Hello 大家好 我是李梓敬 今天是2024年10月19日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幾件事 首先 最近以色列殺了哈馬斯領導人辛瓦爾 究竟對以巴局勢有甚麼影響呢? 以色列總理內塔利亞湖又有甚麼陰謀呢? 另外 最近我們國家隊的跳水天后 全紅蟬和巨星成龍見面 究竟他們談了甚麼呢? 全紅蟬又會不會跟著成龍進軍影壇呢? 在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在右下角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留言讚好和把這段影片廣傳出去 讓更多的市民可以了解一下 西方媒體不想你知道的真相 以色列侵略巴勒斯坦已經由去年10月持續到現在 以色列不單對巴勒斯坦人進行種族清洗 最近更越來越過份 企圖侵略其他周邊地區 好像與黎巴勒斯坦的真主黨一樣 以色列過去正與他們在雙方邊境有限度交火 不過以色列的野心越來越大 除了最近拆動全呼機集體爆炸的恐怖襲擊 造成黎巴勒斯坦人死 三千人受傷之外 以色列又開始對黎巴勒斯坦人發動空襲 之後更對他們展開地面侵略 甚至向在以色列和黎巴勒邊境地大 Rajnaguru的聯合國基地開槍真的很沒人性 而且最新的發展就是他們剛才殺了哈馬斯領導人辛雅爾 所以似乎他們真的不想停手 這位被殺死的哈馬斯領導人辛雅爾 是1962年在加沙難民營出生的 哈馬斯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期成立後 沒多久他便被招立成為成員 而且還是由哈馬斯始創人阿辛親子招募 所以他很快便升為哈馬斯安全部門的負責人 辛雅爾因為被判殺了兩個以色列國防軍士兵 以及四個準備向以色列投誠的巴勒斯坦人 曾經在1988年被捕 辛雅爾在這個審訊中承認殺了12個通敵嫌疑人 之後被判處終身監禁 在他服刑的22年期間 辛雅爾成為數百個被囚禁哈馬斯成員的領袖 越來越有名 雖然被判無期徒刑 辛雅爾在2011年便被釋放 成為一千多個巴勒斯坦息囚中其中一個 用來交換哈馬斯釋放以色列士兵 吉拉德沙利特 當辛雅爾回到加沙後 便很快便在哈馬斯領導層內崛起 一年後便被選為哈馬斯政治局成員 還有很多追隨者 他在哈馬斯內負責做領導層 和他們的軍事部門 卡薩姆女之間的協調角色 最終他亦在2017年 做了哈馬斯在加沙的最高指揮官 實質地掌控這個地方 自從去年10月7日哈馬斯反擊以色列後 辛雅爾再沒有公開露面 一直躲在加沙的地下隧道指揮行動 直到今年7月 哈馬斯當時最高領導人 伊斯梅爾哈尼亞被暗殺 辛雅爾才正式取而代之 登上權力巔峰 可惜哈馬斯最高領導人 亦做得不久 昨天消息證實 他已經在星期三被以色列殺死了 據了解 原來今次辛雅爾被殺死 不是因為以色列追蹤他的行蹤 而是一個意外 話說以色列軍隊星期三 在拉法地帶和武裝分子在地面槍戰期間 發現三個人躲在一些爛樓裏面 所以跟他們開火 最後辛雅爾被迫入一棟樓裏後被殺死 以色列殺了人也算了 之後還要無賴到侮辱別人 他們發布了一條無人機拍到的片 片中看到辛雅爾躲在二樓裏 全身都是灰塵 雖然右手好像已經受了傷 但他看著無人機至少20秒後 嘗試左手沒有受傷的手 用一顆棍扔向無人機反擊 不過反擊不成功 在沒多久後便被以色列的追擊手射死 所以證明以色列真的很無人性 以色列殺了哈馬斯的領袖 以色列背後的美國當然是開心 拜登在發表聲明時 以當年阿蓋達組織拉登被擊殺作為比喻 說辛雅爾的死對以色列、美國和全世界來說 都是一件美好的事 他說會與內塔尼亞湖通話 討論將人質帶回家和家人團聚的途徑 實現真正的停火 至於以色列當他們政府公布了辛雅爾的死訊後 大批以色列群眾聚集在特拉維夫的街頭 要求以色列政府和哈馬斯 盡快達成平火協議 其中有人舉起 辛雅爾已經終結了 戰爭亦應該終結的示威標語 呼籲停止戰爭 不過以色列當局似乎不太理會市民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湖說 隨著辛雅爾的死 以色列算是和他算了仗 但戰士不會就這樣結束 會一直到達所有被綁到加沙的以色列人質 獲救重返家園為止 所以很明顯 他從頭到尾根本沒有心和談 不想這場戰爭打完 雖然哈馬斯領袖被殺死了 但他們的鬥志仍然很強 他們高層哈亞昨晚發表電視講話 說辛雅爾的離世只會增強哈馬斯的實力 還強調佔領者以色列很快就會後悔殺害辛雅爾 更說在武力停止以色列軍從巴勒斯坦撤軍之前 哈馬斯絕對不會釋放手上101人質 所以看來辛雅爾的死只會令局勢更複雜和難以平息 至於我們國家對辛雅爾的死 我們外交部發言人毛寧說 我們中國覺得當務之急 就是全面有效執行聯合國安理會的有關決議 立即在加沙實現停火 設實保護平民 確保人道救援 避免衝突對抗進一步升級 毛寧發言人說得很對 互相殘殺只會加深雙方的仇限 令和談更加困難 其實大部分以色列國民都想停戰 偏偏內塔尼亞湖就不肯 而美國在後面推波助瀾就更加無恥了 所以據我說 相信這些西方國家想世界好 真是傻 不如採用我們國家一直提出的兩國方案 這樣便可以令中東地區達到永久的和平 說完以色列 接著跟大家說說全紅蟬和成龍 今屆巴黎奧運 我們國家隊獲得非常好的成績 除了獲得40個金牌 27個銀牌 24個銅牌 在獎牌榜獲得第二名好成績之外 不少國家隊的運動員 亦人氣急升 吸引了不少粉絲 當中最受歡迎的 我想便要數到17歲的跳水天后 全紅蟬 17歲的全紅蟬 憑水花消失術成為中國奧運歷史上 最年輕便獲得三個金牌得主 人氣高企的她 在巴黎奧運後 一舉一動都受到關注 好像她在廣東站江市的老家 立即變成打卡景點 超多人參觀她家 辛苦之乎 將她當作旅行團的行程之一 還有網行在她老家附近做直播 所以她的人氣真的很厲害 那麼受歡迎 當然會被邀請 參加不同形式的活動 好像她早前獲邀出席 2024年大灣區電影音樂晚會 還在彩排現場 還有機會和影壇巨星成龍見面 成龍貴為國際級巨星 想不到見到全紅蟬之後 竟然跟她說 全紅蟬是她偶像 讚她太厲害了 是中國人的驕傲 不過全紅蟬看來比成龍更加興奮 成龍向她做出這個手勢 而全紅蟬馬上做出相同的動作回禮 之後再跟對方握手和擁抱一段時間 全紅蟬開心得又笑又跳 一下子化身成了小影迷 真是好搞笑 原來當日成龍從趁機會邀請全紅蟬客串她的電影 但似乎全紅蟬應該不太想 年紀小小的她 不過也搭得很得體 她說自己平時訓練很忙 很少看微信 手機也是交給教練陳若林管理 還懂得讓成龍下台 希望成龍可以買一個烏龜公仔或送戲票給她 她住得來又不會搞得太尷尬 難怪她這樣說獲得網民大讚EQ高轉數快 所以真是抵讚 其實全紅蟬接受訪問時 形容成龍是很厲害的演員 用很高的樓跳下來也不用替身 又或以為成龍只有六十多歲 不知道對方已經七十多 所以很明顯全紅蟬很欣賞成龍 雖然奧運後全紅蟬多了很多活動 但身為運動員最重要的當然是訓練 爭取運動場上的好成績 原來全紅蟬這星期二開始 已經跟其他跳水隊的運動員 回到北京一起練習 被戰2028年的奧運 央視亦有報導跳水隊的訓練情況 見到全紅蟬沒有跟隊友做跳水訓練 而在健身室內做體能 在畫面上我們看到 放了一段時間的全紅蟬 臉明顯圓了一些 身形亦沒有以前那麼瘦 當媒體問到 是不是已經為減榜做好準備的時候 小妹妹笑著自首說 覺得已經做好準備 因為她知道回來一定要減重 所以在回來之前吃了很多東西 而當提到爭取下屆奧運金牌的時候 全紅蟬就立即回復認真 覺得四年時間當然很長 但到真正準備的時候 就會覺得很快一眨眼就過了 怎樣也好 全紅蟬始終是一個17歲的小妹妹 之前放假休息一休息 見到好吃的東西忍不住口 很正常 不過現在正式回復訓練之後 有教練的督促之下 應該很快可以收身 繼續為我們國家隊爭取好成績 至於客串拍戲這些事情 等下屆奧運會之後 如果真的退役的話 之後才算 現在繼續努力為我們國家爭光 為了響應習近平主席的號召 向外界說好中國故事 我們一班兄弟姊妹 早前成立了一個 叫中國故事國際傳播KOL聯盟 透過寫英文文章 Twitter或拍英文的YouTube 來向外界展示我們國家和香港真實的一面 我們最近都作出了一些新的嘗試 就是拍一些輕鬆一點 娛樂性豐富一點的影片 一邊訪問一下 在香港的外國人對不同事物的看法 也同時介紹一下我們香港的不同景點 所以如果大家都想看有關的片段的話 請按這裡免費訂閱我們中國故事的新頻道 再按這裡看看我們最新的兩條影片